主席請副部長 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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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很多委員辦公室都有收到 國防部另外一位楊副部長的通知 國防部將舉辦年金相關年金制度的相關的會議 那當然這個方向是好的 這年金制度該什麼樣的制度是合理的 對現役跟退役軍人是合理的 我想這個是可以做一個通盤的一個檢視 但是我現在想知道的是 你們這樣的一個年金會議 有經過行政院的授權嗎 是國防部自己要辦的 還是是也跟行政院所有的市農工商 大家要一起整體的去做檢討的一個年金會議呢 這個是行政院的一個要求各部會 來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內部會議嗎 還是是對外公開的會議 我們有邀請學者專家 專業人士來共同演 是一個一次性的會議還是是持續性 要多次舉行的 直到我們有一個年金制度方案呈現為主 現在規劃是每週一次要開五次 在全島各地包括外島 那這個參與的人剛剛提到有學者專家 是什麼樣的學者專家 是你們內部的 還是是什麼樣社會什麼樣的學者專家 是你們所認定的 可以去討論我們的國軍官兵的年金制度 我們有請外面的專業人士 還有對年金有學有專養的人 我們請他來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就大家各自發表論文 還是我們希望每個星期來舉辦這樣的會議 是有一個固定的進展嗎 所以因為學者專家是一個長期顧問的角色 還是就來發表個論文就結束了 是座談會我們請了包括學者專家還有我們的軍官眷屬 軍人或眷屬各階層的 所以這個大明大放的活動嗎 我們要聽取大家的意見 是這樣喔 但這個活動我先了解 這個活動有對外公開嗎 公開的 是跟誰想要參加都可以參加 那如果這個場面失控到一個 跟我們軍人有關的 跟軍人有關的 有對媒體跟社會大眾公開嗎 現在沒有 我們是先在內部要研討 因為這個事情是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現在社會對這個年金制度的討論是非常的敏感 那這個社會怎麼來看待我們軍人 軍公教的退休福利以及年金制度 當然我認為國家長遠要生存 包括各行各業都該有一個公平的待遇喔 但是你們怎麼去處理以及對外的對話喔 的發言 這個都會影響這個社會對軍人的重視喔 以及尊敬 你們一直在強調喔 這個不要污辱喔 退休的福利不要污名化喔 不要污辱軍人不要污名化 但是你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社會的觀感 今天很多的福利很多的津貼都不是哪一個個別的國軍的官兵 他自己個人又要爭取他要這邊多一點那邊少也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制度 所以你們首長部長也好包括這個新聞稿你們副首長或者是舉辦這樣的一個會議 你們的發言就會完全影響社會的觀瞻啦 今天大家期待的是一個合理的改革喔 什麼樣的福利該給軍人的什麼樣的福利是可以是合理的該給在我們整個募兵制度裡面 一方面國家負擔得起是該處理的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很理性的一個討論 可是現在如果變成這樣的會議變成一個大明大放喔 或者是這些喔這些軍眷喔退役軍人喔 在計較喔這邊年中今年年底能不能多領幾萬塊少領幾萬塊 你知道這個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觀感嗎 是非常對立非常負面的 因為今天不是每一個人 包括對國家很有貢獻的我們的農民我們的勞工階級 現在生活每個人都很痛苦啦 國家財政的困難 所以這樣的訊息的management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們一直在講求要honor要dignity 其實很多的尊嚴它來自於國軍 願意為國家在艱困的時候犧牲奉獻的精神 可是今天如果你們呈現的是對一點點幾萬塊的福利的一種斤斤計較 對改革的一個反對的反動 這個對於一般社會對國軍的敬重honor跟尊嚴跟dignity 其實是打折扣的 我希望這一點要要注意喔 那當然我是樂見我們各個部會舉辦這樣的這個年金制度性的討論 可是真的還是要希望你們這個制度這個制度的討論不要演變成一個製造社會更多的對立喔 的一個的的的機會 好那接下來針對今天這個主題喔有很多的這個意見喔 第一個呢我們這個富時的供應基金喔 我們是不是能夠跟農委會因為台灣現在基於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 以及國際原物料不斷的波動喔影響到我們國家糧食安全 現在農委會在推動雜糧轉座甚至是氣座 你們有沒有辦法直接來跟農民來談氣座 或者是透過農委會提供一個平台喔來做這個氣座 我想這個對於我們農民的收入也好 對於我們國家整個糧食安全長期的一個供應鏈來講都是一個好事喔 我希望這一點你們可以在政策上喔積極的去看待 不只是被動的這個採購這個外國進口 因為這個是一個國家糧食安全的問題 我們也需要這個雜糧轉座這樣的一個政策要能夠成功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喔 那另外呢針對現在的這個軍人的這個儲蓄業務喔 我看你們編了一些預算 我們當然要鼓勵這個軍人的儲蓄啊這個是好的喔 那你們的這個這個基金裡面喔 編了一些代辦業務 等於是我們國軍在幫軍人在跟銀行之間在代辦喔 在在跑這個業務 其實這個不太對 對金融金融事業包括有哪一些產品是穩定的 是值得去喔去做包括基金啦什麼去轉投資的 事實上應該有專業的金融人員 有沒有可能 不要說我們國防部我們自己在編預算 我們在編預算花錢去做這個代辦喔 的業務 由金融機構他要做你們的業務 他自己應該要派人來派人來做這個事情啊 不該是我們在編預算來支撐這樣的一個業務啊 應該是專業的金融機構金融人員喔 固定的定期的要嘛就一個禮拜一次喔 來收錢來來解答這些相關的軍人儲蓄 投資的這些疑難雜證甚至來收錢 甚至在營區設個ATM 齁不該是我們要變一億多的經費 齁來做這個代辦 我覺得這個非常奇怪啦 而且對國家資源喔 這個也也也沒有活用到國家的資源 蕭偉你要不要讓副部長回答這問題 我們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也在研究辦理喔 當年這個同胞出席會有他的功能啊 那現在慢慢社會進步了 他們也在同步的跟銀行街之間 我們在做一些更精進的方法 那委員的指導我們也會列為參考 我希望你們都整體的來做一個參考 怎麼來降低我們這個公務預算的支出喔 跟預算的編列 那活化這個軍人儲蓄喔 他可能可以帶來的一些這個正面的效益喔 是的 最後我就因為時間的問題喔 你們這個軍民通用事業喔 所產生的這些 呃 這個 事實上喔 我們一直很在意國防工業合作啦 我們花這麼多錢喔 在做對外的軍事採購 那這些軍事採購 費用裡面有一大部分都應該是要來做為國防工業合作 也就是做國內的這個我們自己的軍民通用事業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承包 把一些商機能夠留給國內的這些產業來做 可是我覺得這個政策我們一直沒有把它極大化 一直沒有把它的效應 真的能夠擴大讓社會感受得到 我們這些花這麼多錢去做對外的軍事採購 他進到國內我們整個經濟體系裡面 他的效應在哪裡 是不是你們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你們做更完整的一個一個一個報告喔 我們找專人跟委員說明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一直在做這個扶植國內的工業 提升國內的國防自主喔 中科院花了很多的心力 每年建數跟預算都在增加 對可是這個不應該只是在中科院 我們講國防工業合作的意義就是說 包括一些其他的民間的產業 我們生產事業也是一樣 是可以可以合作的 是有一些合作跟生產的機會喔 是的 好謝謝 謝謝委員